规则 积极把关 责任清楚 办事公开 那这样会不会给这工作带来 效率上带来影响 不会的 现在这样 反而现在我们会省制度啊 都规定了这个每个司 需要在多长时间内拿出意见 而且我们的会省会呢 是定期的 从制度上就规定了 整个工作的流程 这样就起了个约束作用 比过去还快一点 时间快了 三讲教育有力地促进了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 在国土资源部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几项重要法规 都是在三讲教育期间起草出台的 同国土资源部的情况类似 内蒙古自治区过去做出的一些决策 往往是由业务部门拿方案 领导划圈便出台实行 其中的弊端可想而知 三讲中 领导同志坐在普通党员中 倾听群众的意见 纠正了偏差 制定了措施 许多问题有了解决的办法 在区党委机关的一个党支部里 记者看到了机关干部 给自治区党委领导提的意见 我们这一年一晚 你看1月6号 1月21号下午 这个呢他 首先我同意刘书记和任党长的自我抛弃 抛弃是严格的 刘书记的抛弃我提一条 这种意见过去是很 哎呀我他可能不敢 哪敢说 肯定说刘书记 认为这个赛养最重要的就是要 征求群众的意见 解剖我们存在的问题 你只有把你的问题找出来 你才能改成 就是说得正下要 没征求去意见 我倒有个金牌 但征求去意见来讲 应该说我们或者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只有这样 我这个三奖教育才能 进行落得不足国家 你不可能 学习教育中 自治区党委一般人 带头对照检查 带头剖析自己 反复征求群众意见 仅个人剖析材料 就改动了六七遍 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用整风的奖商 搞三家教育 什么是整风奖商 我的体会就是 你必须真正的 称行称义的发扬民主 称行称义的挂开夜落 我的感觉 开蒙搞三家 这蒙开的比较彻底 是称行称义的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 真诚听取群众意见 找出了差距与不足 尝到了民主的甜头 同时也认识到 由于过去民主集中制不健全 在经济上搞一刀切简单化 执行中央经济政策出现了偏差 比如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问题上 就有着盲目兼并的情况 积都会丢掉了 从兼并的日式起 每年亏损几百万千八百万 去年亏损了一千多万 你看这 这不是积都会丢掉了吗 是吧 这是回我头来一看 哎呀这东西弄错了 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弄 如今内蒙古自治区结合本地区实际 又将出台加快经济发展的几项措施 同以往不同的是 这些方案都邀请有关专家 进行充分的论证研究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方才出台 自治区党委加强自身建设的制度 也制定出来 而这六项制度中 有四项 与民主集中制紧密联系 数字幕观众意 7月提出 昨天 预理